那改善世界,改善整個社會,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其實像今天大家來到洪曉書房,它是佐水溪南社會運動最火弱的一間書店 然後在國庭哥的推動之下,其實它也改善了不少的社會議題 改善社會可以透過社會運動,或者是透過抗爭 再來,有很多長輩他可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不要做那麼激烈的事情 你就多念書嘛,等有一天你當到教育部長,你當到文化部長,你當到總統 你就有辦法改變這件事情 但是,還有個方法,可能大家比較少做到,也比較少想到 我們可以直接去實踐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激進的社會運份子,但是我很希望可以改善社會問題 我看到這些小人物,他們雖然沒有透過很激烈的方式,但是他們一步一腳印去改變他 我們看到有些人,他為了改變台灣的教育議題,他花了三十年的時間,為了創辦一間學校,去做他認為對的教育 這在我們下一期,小人物雜誌會寫照他 我們也看到了,有欠債欠了好幾千萬,但他願意去投入社區營造 陳平惠理事長,在我們這期小人物的,十一日小人物裡面有寫稿 他們透過一步一步的實踐,他們去改變一個社會議題 他們不用流血的衝突,也不需要很激進的社會運動 所以我們願意分享他們的故事 那我們可以給的是什麼,我們一群學生,一群窮學生 我們什麼都沒有,但是我們年輕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故事,透過我們分享這些東西 去給所有看到的人也好,去給所有支持我們也好 讓他們看到,這社會上面,其實是有很多人 他們不計任何的代價,他們抱持著一個勇氣 去做一件改變社會的事情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在這些故事裡面 看到台灣的希望,看到社會的希望 在我們整個社會一片島的時候 大家都說經濟不好,工作難找,念書沒有用 但是這些人他們透過實踐的方式 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希望 我們希望可以給年輕人一個說話的平台 現在大家吵得很兇的就是媒體壟斷的事情 那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媒體壟斷這麼恐怖 它其實真的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沒有錯 可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去開闢一個新的平台 我們去做一個媒體的清流 這其實是小人物在做的事情 這也是小人物給我的啟發 既然媒體都已經被壟斷了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開闢一個新的媒體 去播報我們認為對的事情 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有了小人物雜誌 我們能夠給的是什麼? 還有年輕的力量 因為我們這群年輕人存在 我們再來可能都會變成社會中間的人士 這個社會會掌握在我們手上 如果我們能夠透過我們自己的力量 去串聯更多的年輕人 大家都知道 我們年輕人聽到長輩講話已經覺得很不開心 就是欸,你們就只會說教啊 你們就只會叫我念書啊 還會什麼 但是如果透過我們年輕人自己 自發性的去發起 我們去串聯各大學生 其實我覺得那個力量是在的 我們在短短的一個月的時間內 我們已經串聯到全台灣三十所大專院校 共同參與這記號 那小人物到底在寫什麼? 我們每一期都會探討一個社會議題 像我們創判號的歸鄉 我們在探討的是青年外流 那針對這個社會議題我們去找 有哪些人他們是為了改善這個社會議題 他們去做了一些事 然後我們把他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舉例來說 我們創判號的陳明慧理事長 他在嘉義新港 大家應該很多人知道 那個地方叫做鼎菜園 叫做板頭村 很多人都去過很多人都玩過 可是很少人知道 那個地方為什麼存在 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地方是古色古香啊 就是一些舊東西啊 但其實他真正背後的意義是 他希望 年輕人願意回到他的故鄉來 他在中年破產了之後 回到家鄉 他發現 為什麼 我的家鄉都只是他老人跟醉漢 所有的年輕人都不願意在這裡 草都長得比人還要高 所以他開始做了一件事情 做社區運造 我們分成了 昔日、今日跟明日 三個小人物 昔日小人物可能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 很多人知道的 鼎菜園 板頭村 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故事 我們去把他的故事帶給大家 現在 今日小人物 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一個計畫 一個作為 好比我們在 創刊上面寫到的是 陳定義 他在做單車環島 單車環島 然後 進行募書的計畫 他那時候到澎湖的時候也是看到 很多青年不在了 那他去想 為什麼澎湖這地方 離島這地方 青年留不住 他發現 教室的後面沒有任何一本書 他發現 這地方失之不夠 所以他希望 他可以改善教育資源平等的問題 所以他在進行單車環島的時候 他去找了兒福聯盟 他們一起去做了一個計畫 他一邊環島 透過單車的機動性 他們去幫兒福聯盟宣傳說 現在有一個 募書的計畫 你們只要把家裡的書 拿到萊爾夫 就可以 他們就會有統計的時間來收 那這些書 全部都會被捐到 偏鄉的小學去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兒福聯盟有募書的計畫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 他們讓小小的一個計畫 變成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這是他們今天在做的事 明日小人物其實才是 我們人本雜誌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開閉一個平台 一個媒體的清流 我們去讓大家集思廣益 也許我們今天對媒體壟斷的事情 沒有想法 可是我們知道它很嚴重 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 還是沒有想法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 這個訊息 我們丟給全國的人去想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事情 丟給更多的人去集思廣益 總會有一個有一個實際的辦法 去改變這個事吧 就好像我 我覺得 既然媒體都要壟斷了 你看我們就開閉一個新的媒體 我們與其去那邊抗爭 我們覺得是什麼 我們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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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的 我們不要去支持那些 媒體怪獸 我們統一的不要去支持旺州 我們自己去支持我們自己想要的媒體 我們自己讓我們獨立的媒體 被生存下來 諸如此類的 所以在我們的 創刊號裡面 我們的明日小人物 是由我自己寫了一篇文章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當作 把自己當成小人物 我們都可以為社會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把這個計畫 把這個平台 讓很多很多人知道 也許我們下次要探討某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爭一個計畫 那我們可以真的讓這個計畫 被實現 簡單來說 其字小人物 他現在已經有點成就了 已經有點畢位 他在我們整本雜誌裡面 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鼓勵提息的部分 我們讓大家看到 這社會上面是有希望的 而且他做到了一個相當的成績 大家都看到了他對社會的貢獻 大家都看到了他努力的過程 今日小人物 我們希望一個很有意義的計畫 他可以被更多的人去支持 去協助 去幫忙 讓這個計畫可以順利的進行下去 環島牧書他們現在正在找一個菲尼的組織 他們希望這個菲尼的組織 可以 原本就在做 牧書跟教育之類的相關議題 讓他們可以去做合作 他們也希望可以 有更多年輕人一起參與 他們希望可以辦一個 牧書聯盟 然後當所有的書都集到牧書聯盟來 他們可以把書放出去 我們在採訪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了一個數據 我覺得很可觀 他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大學生 一年生產出八萬個人 這些考得上大學的人 每一個人都念過書 一定都念過書嘛 那如果 我們可以讓這八萬個大學生 在考上大學的時候 送給偏鄉的小學 他們一份禮物 是一本書 那我們一年 就可以捐出八萬本書 去給偏鄉的小孩 而澎湖呢 澎湖他們的教育資源 平均大概只需要十萬本書 就可以供給他們整個 整個領導的教育資源平等 你不覺得這數據很可觀嗎 所以我們希望今日小人物 他們是可以在 很多人看到我們雜誌 看到他們的故事之後 去得到更多的支持跟協助的 再來是明日小人物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 我們雜誌之後 他可以真正去實踐跟作為 也許你們今天沒有想法 但是你們把這個平台 把這個訊息丟給更多人知道 當很多人知道這個訊息的時候 這社會就有可能因為 為我們一個小小的作為而改變 這句話是國慶哥的名言 然後我從他身上學到 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這句話叫做未經實踐的資與無知 是沒有差別的 我們今天如果都知道不能夠丟垃圾 都知道情緒需要戴安全帽 但我們還是丟垃圾 我們還是不戴安全帽 那我們知道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是沒有差的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是大學生 我們受了高等教育 我們唸了很多書 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可是我們沒有去實踐它 我們知道媒體壟斷是不好的 我自己唸環境工程 我知道對環境需要多一分保護 可是當我們眼睛只看到錢 只看到利益 我們就不會有這些想法 我們就不會去實踐我們所得到的知識 這個社會就會越來越走下坡 所以再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們發表了創刊了一份小人物雜誌 這份小人物雜誌其實 其實真的走的蠻辛苦的 像國興跟剛剛一開始有講 我們一開始是不斷的被反對 甚至我們去找過了幾個作家 幾個有可能協助過我們的人 當然大家都普遍認為說 現在的市場根本不適合辦雜誌 可是我們的目標是誰 我們的目標是大學生 是年輕人 如果說我們只是在網路上面架設一個平台 去讓大家看這些小人物的故事 其實根本沒有人會看到 應該說根本不會有我們想要影響的人被看到 就好像參加社會運動的人就是參加社會運動的人 不參加的就是不參加 他可能連什麼時候有社會運動的他都不知道 我們通常看到網路上面訊息 我不感興趣我就不會點 這是年輕人一個很普遍的作為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辦法是 當他身邊的人 手上全部都有一本小人物雜誌的時候 他應該會很好奇說 到底為什麼他都在看這個 所以我們的編排上面其實是以比較年輕的取向 就像我們的封面 他不會讓人家覺得是很壓力的 他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就是探討社會議題啊 就是社會運動啊 就是想要改變社會 不會 我們也用了很少的文字 去描述他們的故事 然後我們用了一個slogan 是分享實踐的勇氣 那我們到底想要做什麼 如果一個公平公正的傳播平台真的那麼好做嗎 如果真的那麼好做的話 應該很多媒體都會用 我們用了什麼辦法來牽制 我們絕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平台 我們用第一人稱去撰寫 很多的媒體他們會說 誰誰誰說 然後就用一個上下引號 然後告訴你這段話 然後他們就可以去斷句 可以去拆解你要的意思 變成他要的 但是我們不這麼做 也許這樣做真的比較方便 我們不需要去融會貫通他想要給我們的意思 之後我們再去寫 但是我們決定這樣做 我們認為這樣子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傳播平台 我們每一篇文章寫完之後 我們都會給受訪者他去看過 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表達的意思 我們採訪的過程很簡單 我們就是跟受訪者聊天 去聊他的計畫 聊他的理念 然後我們全程錄音下來 錄音完了之後我們回到工作室 我們打成竹字稿 他講了什麼話全部打出來 打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做整理 去把它篩檢成我們要的長短 我們要的文字 最後再把稿件送回去給他 這是你要的意思嗎 是沒問題 那我們就看出來 我認為這樣才是一個絕對公平公正的傳播平台 再來我們也希望 可以讓小人為了貢獻被看到 像鼎菜園 可能大家都去玩了 然後都去 誒這地方很好玩很棒 推薦給別人 推薦給別人的東西是 誒這地方很好玩很棒 可是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貢獻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他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所以我們希望 讓這些小人物 他們有夢有故事的人 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再來是把故事和夢想分享出去 如果單純的只是讓這些人被看到 那沒有用啊 就好像只是在造神運動 把這些人變成神 但那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些 比較不是實質上 是精神上跟理念上的東西丟出去 我們讓更多人去反思說 這個社會到底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讓更多人去想 我們到底可以為社會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去給他實踐的勇氣 最後 就是希望可以啟發更多的夢想 還有更多的人 他們去付出貢獻 去讓這個社會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們想要做什麼 剛剛大家都提到了 也都知道了 雜誌 根本賺不了錢 但是雜誌又是一筆很大的拍銷 我們想要做社會企業 很多的企業 為什麼叫企業 我之前在網上看過一篇文章 他在探討企業家跟生意人 中間的差別 有人知道這之間有什麼差別嗎 一個生意人 一個商人 他們把利益放在最前面 我今天開店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賺錢 我今天可以賣鹽酥雞 我今天可以賣滷味 可以開餐廳 我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 這很明顯 但是企業家他必須要負的是 一個企業社會責任 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企業 但是我們像王宥貞一樣 然後我們捐款逃走了 那他不能夠算是一個企業家 他應該說他不夠格 去被稱作是一個企業家 他是把利益放在最前面 我們今天成立了一個企業 他去賺的是大眾的錢 我們必須把大眾 我們必須把這些資源 去提供給大眾使用 這才是一個企業家 應該要有的作為 企業家 我自己給自己一個期許 如果有能力割起一個人 我們就不要讓那個人 在我們面前倒下 這是一個社會企業 他必須要有的堅持 今天如果我們有能力 去提供一個平台 我們有能力去捐助一些錢 捐助一些偏向的地區也好 或是我們關注的事情 我們就應該要盡力的去幫忙他們 這才是一個社會企業應該要有的作為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 這本雜誌 他是由史記文化事業 也就是我 我創辦 其實我今年未滿20歲 所以這個計畫 他其實是通過我代理人去申請 應該說同意啦 然後中間其實也還蠻曲折的 因為未滿20歲 所以受到很多不同層次的打壓 然後下面是我們的Email 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ORI Studio 2012 然後我們是Gmail 下面有我的電話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 可以提供的小人物啦 或者是如果你們願意支持我們 訂購也好 或者是你們有些計畫 像我們下一期是探討教育議題 如果你們覺得有什麼辦法 可以改變現在的教育 你們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最後就是小人物雜誌 我們在線上有一個訂購的地址 在今天的聯合報 跟盧大哥有幫我們看出來 在上面你們可以選說 你們寧靜地區的大學是哪一間 那我們在那個大學就會有 駐校的大使他會聯絡你 然後把雜誌交到你的手上 再來是我們的兩個粉絲頁地址 一個就是ORI Studio 就是在Facebook上面 然後寫線後面ORI Studio 然後另外一個是ORI Potato 為什麼是ORI Potato呢 大家應該很納悶 因為其實小人物 這個詞在英文有個領語 叫做Little Potato 小馬鈴薯 大家知道馬鈴薯還沒有煮過是很硬的 但它煮過之後會變很爛 小人物呢 它只有叫小馬鈴薯 就代表它在還沒有被爭爛之前 它是很堅硬的 然後我們也期許自己有那樣子一個毅力 讓我們的馬鈴薯可以走得更長更遠更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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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